沈广顺 沈广军 胡雪娥 宋利敏 这一家子 肯定藏着重大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 跟他们失踪的女儿苗苗 还有930谋商案 或许有直接关系 我听沈广顺的意思 好像你二十十年前的那个车祸 跟这也有关系 那是我的私事 不在这儿讨论 怎么会那么巧呢 你看现在沈广军 跟我们搞得这么复杂 他哥哥沈广顺 又和你 二十十年前的车祸有关 你觉得世界上 会有这么巧的事吗 是啊 怎么会这么巧呢 所以我在想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逻辑关系 可是想了很久 也没理出一个头绪 冯组长 我是觉得 这个纪念亲人是好的 可要是太过激了 好事就会变成坏事 你想表达什么 没什么 我就是怕你耽误公事 你多大年纪啊 没多大吧 怎么想跟老太太 这么爱操心 χ sociale nhhhhh 你 冯组长 咱们今天这个会 哎 开会 哎 今天呢 算是我们检查室 第一次例会啊 我首先先表个态 虽然我在基层当过领导 但是我相当反对官僚习气 我是讲时效的 咱们也不绕班子 首先 第一件要讨论的事情 就是二间区 五分间区 郑瑞 殴打罪犯的事情 这个事我们已经在桌上调查了 我知道 但是据我观察 此事尚未立案 这不对 我之前是同意马上立案的 可我现在不同意了 我怀疑是犯人沈广军 想要保外就医 所以才子散 子伤 然后就陷害管教警官郑瑞 你之前不也是这个观点吗 我们的观点可能一致 但我们做事的方式和原则 并不一致 如果是你说的这样 那这件事情性质非常严重 不是从郑瑞 殴打罪犯的角度来讲严重 是从罪犯诬告的角度来讲 非常严重 所以我觉得更应该 立即正式立案 那我就明白了 那不还是要惩罚那些 有可能杀害郑瑞的人吗 那如果有人真的 要故意伤害郑瑞 那不应该受到惩罚吗 应该 应该 所以我决定啊 郑瑞的事情 马上走立案程序 但是这件事 还是要你来具体负责 因为我是他爸 应该回避 另外 我也有其他的事情 需要去办 是 你说了算 那就立案 那你觉得需要多长时间 有突破 毕竟现在 郑瑞是在办公室 隔离反省 如果我们长时间破不了案 那也不能一直限制他的自由啊 你想让我们多长时间破案呢 写个杯子 我想让你多长时间破案 这个首先你要保证能破案啊 那我要求时间才有意义对吧 如果你连基本的破案思路都没有 那我要求时间有什么用呢 我守着这么一个卧底神探 我还用担心破不破得了案 小罗 你激我没有用 我在原来单位有一外号 叫滚刀肉 所以你激我没用 现在滚刀肉宣布 散会